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时洪若潭一家五口宛如人间蒸发一样都找不到人 翻遍整个豪宅看见的是这封遗书 内容提到说洪家他们一家人已经共赴黄泉了 这是真的假的 这个遗书又是洪若潭他自己写下的吗 而警方也翻遍了整个家里要找更多蛛丝马迹 因为怎么想洪若潭他实在没有理由要亲生啊 他过着人人羡慕的生活 住的是豪宅还有名车 夫妻感情也很好子女也很乖巧 难道说这是一场谋杀计划吗 警方持续找 看到了一个大大的焚化炉 门一打开会有答案吗 2001年深秋 全台湾都在关注彰化二林镇 发生的一起案件 一时间小镇上挤满了媒体记者 还有来看热闹的人 不过全都被挡在这道高耸的围墙外头 被封锁的宅院里发生什么事 其实洪若潭命案到目前为止 你说确切的一个案发原因 或者是为什么这五口人 就这样不见了 这个到目前为止 警方说是也没有很确切的答案 发生案件的是9月5号那一天 因为洪若潭他家本来是做交代 跟贴纸工厂 跟他估障就是说公司有张票 快要跳票了 没有人去处理 要找这个洪先生 找负责人来处理 后来他们估障跟公司的一个总经理 他们跳尾墙进去 一进去没有半个人 3000坪的宅院安静的让人发毛 绕了一大圈 只找到更让人害怕的东西 所以他们进去之后就很奇怪 就直冲那个房子的那个屋子里面 一进去之后 竟然在那个神明桌 客厅 还甚至主卧室里面 什么人都没有 可是就发现 在这个三个地方找到了遗书 遗书内容大略是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因为家庭失和和对政局失望 带着家人一起走上绝路 洪若潭一家五口疑似自焚死亡案件 警方虽然在现场找到遗书 但是案情疑点并没有获得解答 就算遗书内容写得再详细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洪家五口若是真的走上绝路 也要等看到遗体才能够确认 整个洪若潭的那个豪宅 三千多坪的豪宅 全部都封锁 开始要仔细收正 可是找了半天 人呢 奇怪了 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全都翻片了 就是找不到 直到刑警在庭院 发现一个很不寻常的东西 家里突然会有多了一个 我们以前行囊 完全没有看过的焚化炉 那当然引起我们的这个无限的这个想象 谁家里会买个焚化炉在家里 这个就很吊诡的一件事情 这个焚化炉的长度是240公分 高跟宽是170公分 表示这个焚化炉虽然是小型的 可是对一个家庭来讲的话 要烧任何东西都绰绰有余 怎么会有一个新的焚化炉在这边 他们就开始对焚化炉产生的好奇 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 他从外观这样先看的时候 他发现说这个焚化炉的旁边 那个炉门四周围 竟然有熏黑的那个迹象 就表示这个焚化炉最近有烧过 战战兢兢打开门一看 见到的景象吓坏了这场所有人 不开还好 一开的话现场所有人都傻了 门一打开之后 里面竟然有两具烧黑的尸体 竟然还交叠在一起 躺在里面的会是洪若潭 还有他的妻子姚宝月吗 踩到有一滴血 那一滴血 我记得比对出来是姚女士的 洪若潭有点趴着 保护着姚宝月的那种形态 那因为姚宝月在底下 它的焚烧的情况是比较严重 所以几乎它的颈部以下 大概都已经烧成灰了 那洪若潭的部分大概还可以看得出来 大概胸部以上 大概都还没有燃烧得完全 洪若潭的部分我们把它的气管 去做切开 那有发现到有一些积碳 那积碳表示说在死亡当时 它是还有呼吸的 既然采集到了DNA 几乎可以确定 分化炉里头的就是洪若潭和姚宝月 只不过警方反复推敲 想立出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携手走上绝路 说起洪若潭 他在附近一带可以说是小有名气 超过3000坪的豪华宅月 可不是谁都买得起 出入靠名车代步 还养了几只冠军狼血 这样人人呈现的生活 又能让他用如此激烈的手段 告别世界的理由吗 有时候我常在去找 要吃个粉 吃个粉 吃个粉 不可以不可以 他很整理 进去里面 但是在平常的话 他的门都关起来 他没有开 很少开 当了多年邻居 对他还是不怎么熟悉 完美主义 注重隐私 几乎每个人 看到洪若潭都会提到 除了这些特质外 他的生活 仿佛被照上了一层 厚重的沙 无法窥视 他那个人是 也是很有主见的人 很完美的人 这份执着帮助他在生意上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而讽刺的是 或许也因为这份执着 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他医书里面其实对 很多家庭是不满的 家庭现况 因为腰把月是他 续弦再娶的 对了 可是他心里面又充满了说 讲洪若潭就讲说 他自己的父母 还分化他 夫妻两个跟小孩的感情 乡里对于洪家发生悲剧 感到意外却不惊讶 邻居认为这样结束 很符合他的行事风格 关于洪若潭的闲言闲语 没有一刻停过 或许无形中 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也很爱变成 这么说 生活这么多了 而且我再实话 你看 那也十几点 不断累积最终爆发 洪若潭选择 以最激烈的手段告别 就算要走 也要符合他的完美主义 随着刑警不断深入 挖掘出更多 洪若潭让人 细思极恐的亲身剧本 也没有看过说 谁会这么费功夫 然后花六十几万 然后在家里做这个 当然会心里欺疑 要抹消自己 选择用几千度的高温 烧个精光 为此还特别定制焚化炉 并且拟定了一套 周翔的亲身计划 老板也有回忆说 你干嘛买这个东西 他说他家里有种大网椰子这些 还有养一些动物 就直接在家里这样烧一烧 所以他当时也不以为意 外头可以控制就是说 你跑到里面去的时候 他在三至五分钟以内 他可以燃烧机可以自动点火 他就自己点火 那个炉体的炉本是从外头关的 你硬要自己从里头 把它关起来也可以 那在九月二号的下午的时候 那业者也接到红豆坛的电话 说他在试着焚烧两只狗 焚烧两只狗 那因为火石跟烟太大 会烧到这个旁边的椰子树 那怎么样解决 那业者也教他说 把中风的风量把它开打 这卖焚烧炉给他的老板 激动的讲了一句说 如果知道他要拿来自杀 我这笔钱我真的不忍心赚 定制焚烧炉时 向老板要求加装自动点火功能 案发之后他回想起来 这个举动就是为了亲身做准备 让他们有时间可以躺进焚烧炉里 但红肉坛和妻子的遗体 本该化成灰啊 怎么会留下残骸 他们有做一个合理的解释 因为在现场还发现了 地上有铁丝 一捆一捆的铁丝跟老虎钱 而且他们在那个门上面 竟然从里面有一根铁丝 是绑在门外 再伸到门旁边这样进来 就在红肉坛身体旁边 他们就当作讲说 你看他可能把他老婆迷婚之后 他也自己帮自己打了迷药的时候进去 他没有办法从外面把整个焚烧炉的门锁起来 那他怎么办 弄铁丝嘛 捆绑之后他进去就在里面拉铁丝啊 尽量把他拉紧之后 知道这条铁丝 后来就变成警方论的推论 觉得说应该是红肉坛 他为了要亲身之后 他弄的也可以解释说 为什么他的尸体到这个下半身 是没有完全烧炭化 最主要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这样一切都说得通 至少还有一点 三个小孩子去哪里了 如果真的按照遗书内容所写 已经烧了洒向大海 证据呢 红肉坛和前妻有三个小孩 目前分别在上大学研究所和工作 可是红肉坛的遗书中写着 再取得不到家人的谅解 三个成年的小孩都已经根据意愿 将骨灰洒向大海 这真的就表示 三个已经是大人的红肉坛子女 全数离开人世吗 后来警方在他们家 找到那几滴小滴的喷溅血迹的时候 那个时候警方就觉得说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财政 一个突破 案情突破 为什么 因为他这种喷溅的血迹 有可能就是用注射针 用力拿那个针筒刺下去之后 血液喷溅出来 留下来的那个痕迹 所以才会有推论说 是不是红肉坛 觉得说小孩子不答应跟我一起走 那我就用这种方式 那这个案子说实在话 就是因为没有直接证据 因为都是推论 即使这些推论跟这些间接证据 看起来相当的完美 而且故事相当的完整 可是说实在话 因为我们缺乏直接证据的话 所以这个答案 最终的答案 我们也只能说最终的答案 只能是一个谜团 整起案件充满疑点 里里外外都散发出强烈的违和感 警方就像闯进红肉坛不好的阵地 只能努力突围 靠着手上仅有的证据 勉强得出一个推论 不过这个推论是正确的吗 没人知道 最终红肉坛夫妻被判定是亲生 三个小孩在失踪满七年后 宣告死亡 只是围绕在红宅的重重谜团 依旧没有散去 18年的时间过去了 真相是什么 这个问号到现在还没解开 但是在这当中 诡异的传言流传不断 有人说听到红肉坛 他生前养的冠军狼犬 在夜里嚎叫 也有人说在宅院 看到了红肉坛的身影 甚至在警方调查的 整个过程当中 也有怪事发生 不过虽然种种的传闻不断 还是有一个李医生 买下了这个三千坪的豪宅 你一定想问了 难道他不怕吗 我们的记者实际找到李医生 也实际在这个地方 住了一个晚上 发生什么事情 红肉坛他留下的遗书 他据戏迷移去讲出 他为什么今天要死亡 而且他还担心这个遗书 大家看不到 他还寄给他的妹妹 一个即将死亡的人 他心情这么差 然后他为什么要这么急着 把他整个他设想好 我要特别讲 我要特别引号 设想好的剧情 公诸于世 那代表有可能实际上的剧情 跟这个或许有些落差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很有趣的事情 红岸前纪的波澜 并没有随着判决 障碍落定而平息 甚至有不少阴谋论 暗暗浮出水面 确实在这整个案子里面 很明显地看得出来 是没有外力介入 既然没有外力介入 唯一能够解释的 就是他们自己情深 自己想要走 他走的时候 那小孩子呢 皇家老大是研究所新生 二儿子在父亲开设的公司上班 小女儿则是在台南念书 三个年轻人有这么轻易 放弃即将开始的美好人生 走上绝路吗 我说实在话 三名已经成名的小孩子的时候 他的个性会不会跟他爸爸一样 他爸爸今天如果跟他要求他说 我们的生活不好 我们作为来照 或者说到天堂 或者到另一个世界 我们全家在团聚在一起 会不会是这样不知道 可是依照我们人性来判断的话 年轻人他们对这种很容易 想要轻生的那种念头 而且是一起共赴皇权的想法 应该是不大可能会接受 警方在调查洪家大宅的时候发现 全家人的文件还有书信都消失了 连照片都一张不留 全被洪若潭烧毁 因此也出现三个小孩子 没死的传言 为什么家里的东西都要让他消失 那有可能就是 他遇到人生一些很重大的一些压力 他希望他自己活不下去 但他希望他的小孩 可以重新改造自己的人生 所以我们合理怀疑 小孩子可能人在国外 只不过当时全台湾都在关注这起案件 他们真能躲过天罗地网 不被发现远走高飞吗 你今天小孩子纵走两个管道 第一个管道正常的出国方式 那你的护照 你的出入境记录完全没有 那你说偷渡 那你偷渡的话 你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你要有一大笔资产 可以让三个小孩子到外国避难 这也是很大的问题 三个小孩就近视身是死 2007年突然出现一个女子 自称是洪若潭的女儿 张花有一名男子 最近和朋友到一家KTV喝酒 点了三名女子坐台 期间和其中一名闲聊时 问他住在哪里 没想到对方却很诡异的回答 说出来会很恐怖哦 男子反问他怎么恐怖法 他竟然说我是洪若潭的女儿 自称是洪若潭女儿的名样女子 他的真实身份到底是 我不是 我不是啊 真的不是 我不信 之后记者询问 他矢口否认 是开玩笑 还是酒后吐真言 没人知道 捉了洪家三个孩子的生死之谜 让乡里议论纷纷外 在案件结束调查后 就被封闭的三千坪大宅院 也变成附近居民 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 他这古城城城区庄 是说 他在混一混都在来 我没走就对了 洪若潭在世时就大门深锁 充满未知的大宅 在他死后 更是出现不少传说 发生没多久之后 你会发现 他们家那只狼狗不是不见的吗 不是也被洪若潭用冯化炉烧了吗 可是你知道就在案发 就是事发之后的一个多礼拜 就一直投期那天晚上 附近邻居是听到他们家传出 狼狗的嚎叫声 那狼狗从哪里来 一个命案现场已经被封锁了 为什么邻居会有嚎叫声 另外我们也听过说 这边曾经有其他的人来住的时候 发现客厅有一个男生睡在那边 然后还有翻身的这些动作 可是细问之下才发现 新典的人数不应该有人 当天是睡在客厅上面的 那也被怀疑说是不是 洪若潭他回来的这种现象 夜半冠军犬的嚎叫 还有徘徊不去的屋主 就连当时警方办案的时候 也有碰上无法解释的现象 你说这些人可能就是 大家邻居会 会声会影 在误传或者遥传或怎样 或者讲一些邻居故事 可是包括连警方都发生过 遗书里面不是写到说 三个小孩子的骨灰 被他撒向大海 那他们就要从现场去击证 那个车子有没有海沙的反应 才刚要开始砍业 没想到却发生怪事 有一次警方他们进去查的时候 更夸张的是东西都弄好了 准备要进去查的时候 那个铁门 自动铁门就关起来 没有人按到遥控器 为什么铁门会直接关起来 好啦 你说因为那个遥控器故障 电子仪器会故障 故障也就算了 好 那这次他们顺利进去 车子里面 那个车库里面 要开始对车子进行相验的时候 对要进行检验的时候 你知道 只要采证过程之中 那个车子 已经很久没有人发动那台车子 已经成为静止状态这么久 那个车子竟然自己会抖动 抖动也就算了 他们的一些里面内部机油 竟然会喷出来 喷的到处都是机油 说实话警方对这种事情 也是尽怪不怪 他们也知道说是这样的话 而且加上铁门 接下来又是喷机油的话 他们就有人就讲说 红后团不高兴 就像是病毒扩散 皇家大宅灵异的传闻 从没断过 被贴上雄宅标签 价格再低都没人敢接手 直到他的出现 穿着白色T恤一身轻便 他就是买下 红家凶宅的退休医师李世杰 从侧门进到豪宅 一路上得剥开杂草和枯木 尽管屋子荒废 增添许多神秘感 但是李医师对这里的环境很满意 2006年一位退休医师李世杰 摆下这间许多人视为鬼屋的红宅 还在中秋节举办考诺晚会 跟前任屋主的作风 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我是觉得说李医师这个人 来这边他也不会计会什么 也不会说 这些鬼靠都 就是有一个 好像说 口仰的鬼靠 说怕人家来了怎样 他地方上什么 他都要钱这样 他在地方也是得任何的 每个人都好 许多人对这位李医师充满好奇 觉得他会不会是脑袋有问题 才会想买下红若潭凶宅 第一眼见到李医师 会被他的豪放给震惊 赤裸上身穿条短裤 在宅院里修剪落叶 以这样的装扮 引接记者的到来 这个门还是一样 都是原货啦 很好啊 都是这样子 原装货 玻璃不晓得它的设计 反正就是这样子 这些东西都是原装的 椅子是我买的 跟着李医师的脚步进到房内 他说陈设就跟当年红若潭 还在的时候一样 几乎没有改变 李医师有对里面 做过什么样子的改变吗 没有 床铺也不变 当然棉被是要变 枕头是有变的 就是床铺不变 李医师就睡在红若潭 曾经睡过的床上 实在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谈起红若潭 还有这间宅子 李医师的画匣子就停不下来 在这个事情前 二林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 那我一问 到了门口一看 哇 这个宅院 看到这个围墙就是 那应该是我的啦 我要了 我要了 要定了 所以再花了两年时间 把它拿下来 我认为它为这个宅院 花得太大的心血 真的太大 所以说我的观念 他可能不愿意 人家进来接收他的东西 只是他没有算到一个 从台北来的 一个怪怪的医生 爱得要死 真的爱得不得了 而且越住越爱 第一眼见到就爱上 就算是这样 难道都不会怕吗 想想你就知道 日本的鬼是什么样子 美国鬼是什么样子 中国鬼又不一样 每一省的中国的鬼又不一样 每个鬼都不一样 到底哪个才是鬼 到底谁看过 就是个标准的无神论者 对宏家灭门世界 李医师也有属于自己的 一套见解 我认为三个小孩都在 甚至那两个老的也在 我的观念里面 因为他留的东西太用心 你知道太用心 反而会露出马脚 完全太完美了 一定有缺点 一听到有人要来采访 李医师在电话那头 马上问 要不要来体验看看住兄宅 实证一下闹鬼的传闻 到底是真是假 在一番考虑之后 记者也决定来 一看究竟 夜过去了 并没有碰上什么诡异现象 一觉到天亮 或许只要心存正念 就能不怕夜半敲门声 今天中秋节 李医师一样在庭院里开派对 热闹一下 外头会声会影 谣传着有多恐怖的 洪若潭兄宅 在这一刻也不那么让人畏惧 大家几飞 来 干杯啊 干杯 红岸发生至今 过了这么多年 许多谜团依旧没有解开 而谣言却是不灭的 久久不散 问一百个人 可能听到一百零一种回答 或许就如同李医师所说 笔鬼更可怕的是 身不见底的人心 你相信吗 一支笔它可以论命盘 还可以看你的浴室 到底是什么笔这么厉害 据说这支笔 它是开光 神明加持过的神秘笔 命理专家卫老师他就说 这其实是神明赐给他的神笔 当客人摸到这支笔的时候 一接触就可以知道 这个人的浴室好坏 还有磁场的强弱 我们也实际找人来测试了 这个神笔 他测出了什么呢 另外 在这过程当中 还有一段神机的故事 卫老师说 有一年他身体状况不好 在开刀 昏睡的过程当中 他突然仿佛灵魂出窍一样 看到了牛头马面 还有冤心在煮 接着有一把大刀发出强光 那是什么 可以说是在生死交关的时候了 已经走到了 我们说的地狱的门口 他们一直在跟我招手 就好像一直在叫我进去 叫我进去的感觉 当时他来到光让我清醒 灵魂出窍 鬼门关前什么光 阻止他走进地府之门 刚好这道光照着我 然后看到那尊神明 在指引我 好像我的魂魂魄就整个回来了 那就醒了 红枪提供作主 一趟凭死经验 开启他与关圣帝君的神员 一支神笔从此翻转他的命运 据说这支神明赐予的神秘笔 不但可以论命看流年 甚至可以消灾解恶 真的那么玄吗 我们特地安排一位运势较差的朋友 来试试 老师拿着神笔点在他手中 越点越多 魏老师的颜色越来越沉重 没多久突然迸出这句话 你最近是不是有到过什么地方吗 因为那个房子里面有冤心在住 很严重的冤心在住 然后跟在你身边 怎么回事 黄小姐娓娓道来 原来前不久身体的确不舒服 而源头真的来自一间招租的房子 进去那个地方之后就发现 不知道怎么就头很晕 然后也会很想吐 怎么回事 也许是自己想太多吧 黄一萍决定再去第二次 因为它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一个属于专属 它们那一户的停车位 就很妙的是 不知道为什么就怎么停都停不进去 可能是技术不太好 也许机械出问题 不是吗 然后后来我们就放弃在 就持续停的停车 我们就停到别的地方 然后我们一出来之后 它的机械室的那个运作 又可以马上运作 所以我们就觉得 怎么会这么的特别 黄一萍是一位踢踏舞老师 她租了一间房子 打算开设舞蹈教室 但奇怪的是 一进去房子里头 不知道为什么头就是好晕 本来以为自己身体出状况 没想到第二次再去 又发生停车怪事 于是她特别伤情老师 到现场去看看 没想到一进去才打开鞋柜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当我打开那个鞋柜的门的时候 一到那个很强的那个气 就冲出来了 通了我有一点也是 有一点快受不了 因为那个真的 我感觉这个房子应该 有发生过事情 难道真的是房子有问题吗 老师拿出浮水进化空间 而黄小姐虽然对这里情有独钟 但经历两次不可思议的怪事之后 决定放弃 另找其他场所 没多久 黄怡萍果真找到适合的教室 黄小姐当初透过神笔点出问题 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 神笔论命真的这么准吗 今天我可以讲到七层八层应该 应该声明 我也很感谢声明提醒我这么多的东西 神笔论命的背后有官圣帝君在提点 怎么回事 原来魏老师也是官公机身 你最近心情不太好 然后你的压力也很大 对不对 魏老师从小就有神缘 算命先曾经说 他以后注定要当鸡童 当时他左耳进右耳出 根本不当一回事 不过说也奇怪 是违背天命受到惩罚吗 人生怎么变得这么悲惨 三十几岁的时候 我的离了婚带着孩子出来 没有钱可以吃饭 然后甚至跟兄弟姐妹借钱 兄弟姐妹都觉得 好像不应该借给我的感觉 他比较有一个传统的观念 就认为离婚的女儿 不能进她的家门 所以我们就在外面就流浪 就是一路就这样子过 过很多的苦日子 接下来怎么办 魏佳莹走进庙里告诉神明 他愿意举白旗投降 只要神明能帮他解决钱的问题 他愿意当神明机身 就在说完的当天晚上 玄奇的事情发生了 在梦中我就看到观测继君 然后观测继君 他拿了一张纸给我 里面有六个号码 那是大家乐风行的年代 这六个号码 真的是神明给的救命之财吗 就当天的晚上 就开出了号码 这六个号码 就全部都开出来了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吧 观测继君真的这么灵验吗 我们来到宜兰 当初魏老师求助关公的庙宇 主委说关公神迹 几天几夜都说不完 随后拿出了这张照片给我们 你看到了什么吗 真的是关老爷显灵吗 没人能给答案 不过魏佳营当初在得到关公相助 解决金钱困境之后 终于履行当地君代言人的承诺 只不过他又闭关修行 从基同变身为命理师 而神笔也是关公赐予的 因为当时我都用手去看客人 结果那客人的气场都被我抓来了 这样影响到我自己身体 那后来我就请神明 试给我一支神笔 让我用这支神笔看客人身体 顺便看客人的磁场 不管是帮客人看命盘 还是看风水 魏佳营都会先请示关公 请神明做主 给他力量跟旨意 我们想关心这部人做主 他会来跟我讲 说你应该要怎么样做 然后我才能讲出来 因为当你讲出来的时候 你是不是你就不会去 人家说泄露天机 你那不是工作的压力 你是你生活上的压力 你要特别注意 当然你要度众生 你也必须要有神明告诉你 要有神明的允许 才能够说 能够再帮客人去处理这些事情 买枪 来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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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从当初铁齿抗拒 最后变成神明代言人 他说或许冥冥中早就安排好了 人生最苦的那一段 他终究熬了过来 现在的魏佳营已经脱胎换骨 他的人生不但充满正能量 更重要的是 要把好的能量 继续传递给每一个人 在台湾最常见的神明 应该就是土地宫了 庇佑箱里还有替信徒招财等等 大家常常听到 都知道拜土地宫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你有听过 土地宫显灵救人吗 这段神迹就发生在 桃园南坎的一座土地宫廟 当时有一名工人 他在十米高的阴架上面 在修屋顶 突然他往下一看 怎么有一个男生 躺在地面上呢 到底是谁 揉个眼睛想看仔细 结果发现 躺在地上那个人 长得也太像他自己了吧 怎么搞的 下一秒 他还来不及反应 整个人就从阴架上面摔了下去 当场是头破血流 这个伤识很严重吧 可能是要休养很久的 但是说也奇怪 短短两天而已 他就突起下床了 还说是土地宫救了他一命 大楼厂房林立的 桃园南坎金国特区 一旁的公园小角落 处立着一间土地宫庙 虽然占地不大 香火却忘得很 善男信女络绎不绝 那早期的话 因为这些我们的一些先民 祖先 在耕龙的时候 他们都习惯在整个一个几个田梗的当中 来树立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参涛宫 以前所谓的参涛宫 我们变州里这边将近有20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土地宫庙 从早期被农民供奉在田野间的石头宫 到后来升阁被立庙参拜 其实这里的土地宫一路颠沛流离 搬过好几次家 或许正因为如此 他特别借地气 频频显神机 到底怎么一回事 这一位前程参拜土地宫的信徒叶先生 是知名的企业负责人 也是土地宫神机的见证者之一 多年前土地宫庙还在另一处旧址 遇上师父土地宫化 让福德正神被迫当起流浪神明 当时的庙宫求助叶先生 他二话不说仗义相助 这一大片用铁皮围起来的土地 以前是一间大工厂 而土地宫那时候就被信徒 请到了厂房里 被供奉在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落 我是说你土地宫既然 在路冲幸福路上面 你必须一定要迁你 你就直接迁在 我刚好在幸福路旁边 就是纯粹说你土地宫要进来 我很欢迎就这样 就没想到说发现这些事情 什么事让叶先生 如此惊恐 原来当时供奉土地宫的工厂 年久失修 不得不找工人处理 因为那是一个 比较破旧的老工厂 大概40年了 铁皮高度大概差不多10米 大概10米左右 常常漏水 所以我就找师父 我们里面的师父 上去10楼翻修了 这一名工人修着修着竟然 他是在上面10楼的上面 然后往下看 看到说地上好像躺着一个人 什么人躺在地上 他在仔细看的时候 自己就掉下来 葱师米高楼梁上摔了下来 怎么得了 掉下来的时候我想完蛋了 因为下面是阿溪 就是水泥的土地 结果砸下去 大概会 因为我就直接送到 阳明胜医院 当时这名工人头破血流 情况非常危机 直接在转送长庚医院 在长庚医院急诊室的时候 在等待生命指数上来 才要急救 因为要好几个科室会诊 没办法在那边等 好像脚 手也都有断掉 有受伤 很严重 临时聘请来了工人 躺在加护病房 性命垂危 该怎么办 叶先生担心到一度失眠睡不着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竟然会有奇迹发生 隔了两天 打电话给我 说他好了 我下来一票 赶快去医院里看 我以为他是完整要出院了 结果是真的身体好 哪来这么神奇的事 伤重到差点没医院 肯救治的公园 这人两天就能出加护病房 怎么可能 他跟我说 掉下来的时候 有一个老人 扶须很长 帮他扶着 放在地上 然后其他的事情 就都不知道 奇怪 长驯老人是谁 工厂里明明清一色 都是壮年男丁 从没见过什么 胡须很长的老翁 叶先生满腹疑惑 却都找不到这一位大恩公 但事情就是这么悬 等了一个礼拜以后 他出院来看 原来就是这个土地公 他发现说完全一样 就是他 我掉下来的时候 从石楼的高度掉下来 快着地的时候 帮他扶着放在地上 真的假的 那一位扶工人一把的 竟然就是土地公 难道真是他显灵吗 有时候来讲 天机也不可泄露 也不可以明讲 所以献了那个像给他看 就提醒他要注意 但他那也跌了下来 那跌下来之后 就有看到一个白发的老翁 去扶了他 然后让他没有 受到很严重的这个伤害 其实这个就是 神明慈悲的地方 顺其的土地公 救人事迹 慢慢在乡里间流传开来 让这一尊 一度成为流浪神明的福德政神 一系成为地方上的守护神 说到了守护乡里 不少鹰庙也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在车水马龙的台北市闹区 就有这么一间知名的姑娘庙 不到两坪大小的小祠堂 供奉着一尊牌位 上头写着苏氏彩云 他到底是谁 为何被立庙工人参拜 相传苏姑娘出身台北大稻城 家境优渥 但十三岁那一年 却死于清末的一场大瘟疫 家人盖了一间一庙 即是他 没想到显灵时机平传 庙还越盖越有规模 这边以前是一个违章建筑 然后是一条小路 大概只有差不多三十的地方 可以进来 就是有五六个欧巴桑 苏姑娘跟她 报大家乐的名牌 爱国奖券的大家乐名牌 所以才有今天他们出资本 来盖这个苏姑娘庙 受人景仰的苏姑娘 只是因为会报名牌吗 那倒未必 因为当地处在台北市八大行业 最盛行的区域 据说常有特种行业的小姐 到这里祈求业绩长红 往往都如有神助 但更悬的还在后头 她都跑跑跑跑 我找她说 我今天晚上找得到这个女儿吗 她说找不到 这位信徒的女儿离奇失踪 娇起的妈妈报警后 跑来求助苏姑娘有用吗 结果隔天到晚上 我说她说今天会回来 她是说今天会找到 那两点我需要拜 拜拔杯 不管怎么拔杯 苏姑娘都说 今天就会找到女儿 真的吗 明明前一天才说找不到 怎么今天又改口了 第二次她也不... 意思说她在吃你不要紧张 叫我不要紧张啊 没有收啦 那我在第三次她才好 我收起来 我赶快去找 拿安全帽啦 拿衣服 外套啦 结果回来她站在这边了 女儿是终于天后 竟然自己出现了庙门口 难道是冥冥之中 有什么力量引导着她 意思说她要拜 我不要紧张啦 她会叫人家去安排啦 她就不保重 她有保重 结果又带回来啦 那一天又带回来 她是很灵啦 信徒口中很灵验的苏姑娘 在网络世界也很夯 不少网友分享她们的经验 说她是最有灵性的小妙 甚至有人在凌晨3点 看到穿着白衣的女子 在她的牌位前游荡 真的假的 当初我知道是来拆的时候 做这地面的红砖人行道的时候 就是机械无法工作 为什么政府一度想拆除了小庙 怎么拆就是拆不了 她们的这种机械只要靠近 过来就故障了 是巧合吗 还是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 在阻挡拆庙无法证实 但每一年农历7月26号 苏姑娘诞成前后 庙房总会上演好几天的歌仔戏 而经费来源都是来自于 四面八方的新途捐献 为了就是答谢苏姑娘的帮助 我在工作的时候 有通灵的人讲说 因为杨先生你后面有两位在保佑你 你自己也要小心一点 安地里保护妙宫的就是苏姑娘吗 那么另一位又是谁呢 原来在苏姑娘排位隔壁 还供奉着一尊土地公 据说一样灵厌无比 我在客厅睡的时候 就问到了 她哪一只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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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土地公托梦 要信徒烧金纸 原来她在前一天 为了响应金纸 環保减量政策 原本要烧的金纸 只烧了一半 结果让土地公不开心 我是说不要烧这么多 那这样 那这样不行 我说还要换下去 稍微一通听了没有 我说你听了没有 我赶快那一天早上 司律师赶快去 我包好了 就套套套套套 套套套套 趕快一大堆再给她弄进去 睡得很好的时候 睡得很舒服的时候 然后有人会 有人会跟你拔头 然后跟你讲 什么事情你应该这样做 不应该怎么样做 入梦指点庙工作室 这未免太选了吧 或许苏姑娘或土地公 她们的棋生之所 都只是小庙 但她们的显灵事迹无数 仿佛就像是另类的地方守护神 默默的庇佑香礼 成为台湾特殊又多元的 宗教文化之一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带你看了这支神笔 堪称能够看命盘 还能够论运势 当然种种的旋起 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 不过更重要的命运 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台湾大戴智 无论报告 我是张雨昕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